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呢 我们大家在教材中有介绍 那么最近发展区呢 它主要是讲两种水平 就是说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的两种水平 第一种水平就是学生信有的这种智力水平 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种水平呢 是学生潜在的 就可能发展到的这么一种能力 那么这种能力呢 很有可能和我们前面的这两种能力之间 前面的这种能力之间它就是存在着差别 那么靠学生自己 达到这种水平有困难 所以说我们作为老师的 在这个两种水平之间 可以持有一种促进作用 帮助它从第一种水平到第二种水平 那么我们这种支架式的这种教学呢 那静革主义的这种支架式教学模式呢 就是按照这种最近发展区的理论 勾架起来的 它就像我们讲的这种脚手架一样 对吧 脚手架一样 对吧 把比如说我们老师提供的一种概念框架 通过这种脚手架的支撑作用 不停顿地把学生的治理从一个水平支撑到另外一个水平 那就是我们讲这个最近发展区的这种严重水平 之间的这种跳跃是通过教师的这种脚手架 那么这种脚手架 这种支架式的教学啊 它有五个环节构成 在这里呢 我们就给大家粗略地介绍一下五个环节 这一个是它把这个框架搭建起来 搭脚手架 对吧 也就是把这个基本的理论框架搭起来 然后呢 帮助学生进入这个情境 让学生进行探索 在探索的过程当中 学生之间进行协作 通过老师的这种指导和帮助 最后呢 进行效果评价 那这是这么一种五个环节 那这么五个环节 那么这个呢 是支架式教学 那么 抛锚式教学过程 这个锚袋呢 这个在人传边就看到了 对吧 就是这个锚定 那么这个抛锚式教学 就是要求建立 对吧 在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 和真实问题的基础之下 确定这一类真实事件和问题 被形象的比喻为抛锚 就是说我们要找出一个具体的问题 把这个问题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这就像我们轮船抛锚一样 找到一个定位的地方 对吧 然后在集中今天呢 我们来抓住这样一个问题 作为我们整个的教训内容 和教训进程呢 对吧 就围绕这个问题 来决定 这就像我们一艘大人传 把教训过程凭一个大人传 就是对吧 被这个问题 这个锚给决定出来 所以形象的作为叫 锚定式 泡锚式 或者叫锚定式 这个教学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也有这么五个环节 首先是创世情境 所以我们讲 进购主义的这个理论呢 它这个情境呢 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前面我们那也是 大建的这个交手架 其实也是一种情境 那么这里呢 创世情境 确定问题 自主学习 集中学习 然后效果评价 那么效果评价 主要是对自主学习 和合作学习的这个结果 进行一个评价 然后呢 把它的这个结果进行反馈 对吧 反馈起作一种激进的作用 同时呢 也改进教师的一种教学 对吧 那么它基本上呢 这个泡锚式教学呢 是这么一个改进 那么第三种 建构主义的这个理论 第三种教学模式 是叫做 随机进入教学 随机进入教学 那么这种教学模式 是指我们教学当中 对同一个教学内容 要注意 它是强调 对同一个教学内容 在不同的时间 为不同的情境 为不同的教学目的 用不同的这种方式 加以呈现 那我们同同是一个教学内容 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内 在不同的情境下 为了一个不同的这个教学目标 用不同的方式 进行呈现 也就是我们家 能方轰炸 只是跟轰炸的重点 不一样 因为它的内容 教学的内容 是同一个内容 但是呢 我们家目的不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使学生通过 多次进入同一个教学内容 来达到对这一项知识内容的 一种全面的 比较深入的掌握 所以这个随之进入教学模式呢 我们书上面呢 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介绍了一个 这个呢大家可以自己看 我们在课堂上就不给大家 啊 参开了一下 那么它也是有五个环节构成 也是有五个环节构成 那么第一个环节是 呈现 基本情境 然后随之进入学习 对吧 那么 然后呢 思维发展训练 小组协作 最后是评价 所以我们大家看看这个 建构主义的这种教学里面 指导下的这三种模式啊 它们的共同点 它们的开始和技术啊 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吧 这是中间的一些教学的步骤 有些差别 首先都是设计一个前进 对吧 让学生在这种前进当中 对吧 寻找问题 来确定问题 对吧 来合作 对吧 来自主学习 最后呢 求得 发展 对吧 那么最后一个过程的是 对这个过程的这种 效果的一种评价 对吧 它基本上我们讲 这三个环节 这三个这个教学模式啊 它在这个五个环节呢 有相同的地方 对吧 所以说建构主义呢 它强调这个情景 那我在这个上节课给大家介绍 对吧 我们新人的课程改革 它是有建构主义的理论 对吧 还有多年自立的理论 以及我们讲人本主义的教学理论 对吧 它是以这三种作用 主要的课程改革的 这个指导思想的 教学上的指导思想 那么我们说上面这个例子呢 在这里呢 给大家 就是关于 学习南瓜 那这个南瓜 它的这种 是 它的这个历史 它生产的产地 对吧 它的大小 它的颜色 它的这个内涵 就是它是由哪些药 那个成分元素构成 所以说 我们这个司通老师呢 他在三年级的这种教学过程当中呢 就是根据 我们它采用了 进口主义的三种模式 特别是 我们后面讲的 随时随即进入的这种模式 对吧 展开了这个教学 使学生 对我们这个南瓜 它的历史地理 以及它的本质等等 从地理学 历史学 手工生物等 在各种 课程当中 进行一种 在各个领域当中 主动地学习 让学生呢 融会关注 所以说 这个呢 是进入主的一个 正好特定 那么我们上一期呢 给大家呢 对教学呢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同时呢 对教学的基本体能呢 做了一个 简要的介绍 那么这个介绍呢 只能是给大家 是一种解锁式的 如果同学们 在今后的过程当中 需要的话 按照我们给大家 成功这种线索 自己可以去寻找 相关的知识 那么我们这堂课 只能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看 第二个单元的内容 就是知识教学系统 知识教学系统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啊 知识教学 应该说是我们 课堂教学的一个很重要 或者是最关键的 一个成分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知识教学 什么是知识教学 它的含义 同时呢 我们对成熟性知识 成熟性知识 和策略性知识的教学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看 教学的基本含义 那么在这里呢 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什么是知识 我们讲知识学习的概念 知识就是各体通过与环境相互作用 然后获得的信息 这些组织 按照认知心理学的这种观点的话 我们知识可以分为这三类 哪三类呢 成熟性 程序性 策略性 成熟性知识又叫做描述性知识 成熟性知识又称为超速性知识 然后呢 是对于我们思维和学习的这种策略 进行学习的这种知识 我们就叫策略性知识 分为这么三大类 那么知识学习 这是我们讲知识 那么知识学习就是指的我们各体 形成文化科学知识的这么一种过程 是知识学习的这么一种过程 也是我们各体已有的知识 来同化 来理解 新知识 使这些知识在我们头脑当中 得到表征 并用于解决有关问题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知识学习的这个概念当中呢 有一个有一个心理学词叫表征 如果说我们大家去个普通心理学调节 这个表征呢 它的英语 英语啊 其实就是从代表这个词来的 presentation 是从这个词来的 那么人家的这个词大家好想 哦 它就是说在我们头脑中有个代表 有个形象在那个地方 代表着那块知识 对吧 当时呢 只是说那个知识呢 在我们在大脑中 它不是真实地呈现在那里 它只是一种表征在那里 那么如果对一个形象的表征呢 对一个形象的这种表征呢 我们叫表现 那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想家了 想家了你爸爸妈妈 对吧 那种和而可情的样子 对吧 那么爸爸妈妈在你头脑中 形成这个形象 我们叫表现 它也是我们表征的 是一种形象表征 那么这个表的就是说 使我们的这种知识 文化科学知识 就是在我们大脑当中留下这个代表 留下这个东西 那以至于我们在今后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 能够把它解锁出来 汲取出来 这个是我们用 我们的这个 认知心理学的这个观点来讲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大家这么了解 表现的是这么一个含义 那么我们知识学习的过程问题啊 其实是 学习论和我们教学论研究的核心问题 那么不同的理论流派 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学习过程模式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紧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奥斯贝尔的二阶段理论和信息加工 心理学的三阶段理论 那么作为这个美国的著名的 教育心理学家奥斯贝尔 他对这个知识的这个学习啊 对学习的过程 把学习的过程分为初学阶段和保持阶段 那这个我们大家书上面呢 只立位的提到了 我看同学们在翻书了 书上面 只是立位的提到 但是没有介绍 我这里呢 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那么他认为 学习者在初学阶段要经过重复的这种练习 他的目的呢 是增加心获得的意义和知识的稳定性 以及我们新旧知识之间的可辨 可辨别度 只有新知识和旧知识之间的可辨别度一清洗 让我们新旧知识之间的这种融合 才会越具有机构化 越明确 否则的话 大家头脑当中 就像我们平时用口语讲的一趟湖 这样一地方 不知道这个之间有什么关系 所以说要辨别清楚 而不是增强孤立的世界 是增强孤立的世界 与反应之间的这个年纪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要新学会的意义 会变得特殊观念系统的一个完整的程度 这是我们他讲的这个初学阶段 那么这个 作为整个的这个学习阶段呢 有意义学习呢 讲这个新概念的在一个有关的观念系统当中 获取实战的位置 这个奥数贝尔呢 他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一种叫内在的知识机构 那么这个初学阶段呢 是把这种新的知识呢 跟旧的知识明确地把它辨别出来 然后到了我们第二个阶段以后 保识阶段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新学的知识 同化 或者是顺应到我们头脑当中的那个 云有的知识框架当中 然后再进行重新的组合 使我们的知识更加具有系统化 组成了我们新的知识机构 那么这个新的知识机构在大脑当中 又成为下一次或者今后 来学习新的知识的一个内部框架 这是他的这么一个几样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作为系理学加工系理学的这个三个阶段里面呢 他认为这个过程分为系统阶段巩固阶段 以及集取和应用阶段 这三个很清楚 就是说信息加工理论呢 它把我们人的大脑看着是一个电脑 有信息的输入有信息的产出 信息输入以后进行编码加工编排 然后呢把它促成起来 到我们需要使用的时候呢 使用的时候才把它集取出来 所以说它这个过程是新的过程 巩固过程以及集取和应用过程 那是这么一种一个观点 那么在新的过程当中 新的知识进入我们短时记忆 在巩固阶段当中呢 我们新机构的意义 促成于常识性的记忆当中就促成起来 那么在最后集取和应用过程当中呢 我们人们我们各体运用所获得的知识来回答 事实和为什么 那它解要的是这么一个过程 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线索 了解一下 那么作为这个知识阶段呢 知识学阶段它主要的心理性问题啊 我们主要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知识的同化 知识的保持迁移和建构 那么这个同化呢 不论是我们讲的这个成熟性的 那我们学生 运用自己的意有的知识来 语解新知识 前面我们在讲这个认知 心理教训里面的时候 给大家说过了 对吧 作为奥兽贝尔他特别强调 信心组织者 那么这个信心织织者 其实呢 就是他作为同化 我们心知识的一个框架 不论是我们讲的这个 成熟性的或者描述性的 还是我们讲的这个比较性的 对吧 其实他都起了这么一个作用 起了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在保持阶段 通过记忆使我们心知识到了巩固 通过应用使知识产生 广泛的迁移 这个迁移呢 就是说使我们所学的这种知识 对吧 广泛的运用到其他的领域 和其他的课程的学习当中 所以说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有这么一个口号 叫做未迁移教学 你比如说我们大家的音乐当中 所学的一些许多的运用 和学习 我们可以运用到其他的领域 其他的领域 那么这种 还有我们心理学的 还有我们其他的相关学科 所学的都是可以迁移 那么也就是主义反善的这么一个过程 通过这样的一种过程 来建构获得一种新的意义 这是 那么我们看知识教学 这个呢 我们大家在课本中呈现了 那前面呢 给大家稍微介绍一点 那么我们看 知识教学它的概念 知识教学是教师教学 教授学生获得知识 发展能力的这么一种 活动过程 那我们讲知识教学是这么一种过程 那么它这个过程呢 不是一个机械的灌输过程 这一点我们讲教学 不是老师的这个 纯粹的灌输了 它学生 不是学生靠被动接受 如果被动接受 它很难掌握知识 所以我们知识教学 本身就是一种互动 是私生之间的一种互动 是深深之间 私生之间 一种相互多向交往 互动的这么一种过程 那么这种交往互动的活动呢 我们私生之间 不再是简单的 主客之关系 而是主指间 相互交往的这么一种关系 那么这个主指间 就是说这个地区强调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原来的这个教学过程 我们把教师作为主体 学生作为 对吧 一种被动的 一种客气 这个呢 其实呢 就是改变了这个观点 就是教师跟学生之间 都是一种独立的主体 而我们教师跟学生的关系 是一种主体之间的 这么一种关系 这是一种新的这种教学过程观 对私生的这种 在教学过程当中的 这种主体之位的一种认识 我们大家呢 就是在在知识教学当中的 主体之间 就教师跟学生之间 是一种主体之间的 相互交往的过程 包括学生与学生之间 学生与学生之间 这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是具体来分解一下 成熟性知识 对吧 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 它的概念和教学的基本有 那么我们首先看看成熟性知识 那么成熟性知识 从成熟这个词 我们可以了解 它就是说明 需要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样 用于区别和辨别思识 是一种静态的知识 那么成熟性知识呢 它就是一种描述思误 就相当于我们讲的 书名文言 那我们书名 这个大桥是什么样的 中国的四孔桥 大家都说过了 因为它不能带有夸张 对吧 它一般是对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样 这一个显示呢 是一种静态的知识 那是一种静态的知识 那么它是我们学生 极数学习的主要对象 我们前面介绍了 我们的教学 我们学生认识过程 是一种特殊认识过程 对吧 它和我们人类的实际认识 再实际再认识 这个过程不一样 我们就一种间接性 那么这种间接性 主要是表现在 对它是成熟性知识的一种学习上 所以说它是我们接受学习的主要对象 那么成熟性知识的这种掌握状况 制约着我们学生活动的定义下调节 制约着我们学生解决问题的水平 也制约着我们学生学习能力的发展 那么这一段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介绍 对吧 就是说我们巧妇难为无名之推 我们要解决问题 那么我们就首先 必须要对这个相关问题的 这种相关的知识 也就包括了相关的概念 相关的语理 包括一些推论 要有一个了解 否则的话 大家去创造 去解决问题 怎么去解决问题呢 所以说成熟性知识 就帮助我们解决的这些问题 它是帮助我们了解的 一些基本的概念 一些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对吧 然后去逻辑推理 所以说在这里 它讲的这种 制约着制约着制约着 其实就是这种概念 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些成熟性知识 要掌握起这些成熟性知识 就像我们许多同学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 都不愿意去死基因碑 认为这个死基因碑是很可耻的 只有呆子去做展示 其实我们聪明人更要去死基因碑 也就是因为记住了 你才能够怎么样 才能够去思考 去理解 你头脑中没有这些成熟性知识 你怎么去思考呢 对吧 所以说它这里呢 我们讲几个关键 解决问题的水平的发展 还有学习能力的发展 都有依赖于这些东西 当然这个死基因碑不值得 但是我们记忆是必须的 我们可以去采取一些灵活的方法去记忆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要走出一个误区 所以说特别在中小学阶段 许多孩子都认为这个基因是一个很可笑的东西 还有些孩子认为是弱智 认为这个东西 所以说大家要了解 这个是必须的 这就是我们对成熟性知识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成熟性知识的教学策略主要是这么五个方面 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这个学习兴趣主要是内部 来自于内部的学习动机 使我们学生对知识的本身 产生一种内在动机 只有这样的一种动机 它才是具有持久性 具有持久性 所以说我们要激发学生的兴趣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要激获云友的知识 就是我们这个新的知识 要以云友的知识 作为一个框架来进行同化和收音 这样才使我们大家头脑中的这个知识 更具有机构化 更具有系统化 这样才更能够容量其他的新的知识 我们讲只有机构化和系统化的知识 在大脑中才能够比较清醒 才具有更大的一种生存性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激获云友的知识 所以说这个激获的方法 前面给大家教授了 那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学音乐的 我们有一个小练习曲 这个练习曲干什么 就是为我们后面学这个大的曲子当中的一些难点 各个击破 这就叫成熟性组织者 我们在学习一个新的大曲子 这个大曲子 我们复习一下我们前面已经学过的这个曲子 那么这个曲子为什么学习 你把它和我们先学的这个曲子呢 老师跟你比较一下 先学的这个曲子 那产生性的东西 第三个是出现选择性自觉 选择性自觉 我们大家要知道 我们人这个呈现 就是我们人所得到的信息 信息量是无止尽的 但是对于我们有用的 我们要去选择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课程 课程教学当中 在这个成熟性知识教学当中呢 我们也要这样 让学生辨别说哪些是一些重点 哪些是一些关键 所以说我们大家在课堂教学过程当中 我们有经验的老师就会教学生 同学们把这句话画下来 把这个地方打上三角号 把这个地方画上红线 那为什么 这就是一种选择性自觉的一种办法 班主学生知道 这是重点 这是难点 这是这个概念 核心要素 然后这四个呢 就是出现新旧知识的相互的作用 这一点太重要了 我们家族的各位 我们学曲子登 虽然我们音乐系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前后之间的这种知识的融会贯通 可以对我们知识 新知识的学习出现作用 特别是成熟性知识 因为成熟性知识很容易走入一种 实际背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把秦后知识融会贯通 融会贯通 富于意义 而且呢 在这种知识的框架之下 进入它的意义体系 所以说这一点 那么这是点 第五点是最近认知机构的重组 我们在云有的知识框架之下 学习了新的持续性知识 进行类化 顺应以后 那么我们这个知识机构途径变化了 在变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得进行重组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的 你比如说我们在小学学的三角形 到初中仍然学三角形 到了高中还要学三角形 大学如果你进数学系呢 仍然会看到三角形 对吧 那么在三角形的这个知识体系啊 其实是在不断地这么看到 那么我们在小学学的那种东西呢 是最基本 最概括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布鲁娜讲的那种 是吧 是最基本的基础知识 它最有巨大的包容性 对吧 把我们下面的所有的知识 都概括在这个下面 对吧 可以把它看成是上位概念 那么所以说 我们要对我们的知识机构进行重组 这是我们对于成熟性知识 给大家介绍这 那么对于程序性知识的教学 我们主要了解概念 例行和教学的策略 那么什么是程序性知识 程序性知识就是超度性知识 我们讲的最简单道理 对吧 我们大家学体学 搞体学活动 我们大家这个打篮球 三步篮 大家会告诉我们 第一步先跑跑 第一步第二步起跳 这三步投篮 这就是一个程序 这就是一种程序性知识 当然我们讲学驾驶也好 对吧 学自行车 学驾驶都是一种程序性知识的学习 那么关于这种如何做的知识 是一种关于如何做的知识 是关于解决问题的思维操作过程的这种知识 主要涉及到概念和规则的运用 是这么一种知识 那么我们这个程序性知识的描述 是如何从已知状态向目标状态转化的知识 它包括呢 传统的动作技能和自力技能 同时呢 它是一种动态的知识 我们前面讲过了 什么知识是静态的知识 程序性知识 对吧 那我们这个呢 是动态知识 好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程序性知识有哪些类型呢 一个是模式识别程序 还有一个呢 叫行为识别程序 这两种类型 那么模式识别程序 它的获得要经过概括和辨别 概括和辨别 我们这样子的各位 如果学过这个气质驾驶 你就会发现 气质驾驶就会发现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盗砖 在盗砖的时候 那么这个驾驶员会告诉你 到到某个地方要关注 左右这距离 要注意三角边窗的某一个点 要注意等等 那么大家要注意 这一系列都是我们的这个教练员 在对这个盗砖这种程序性知识 它进行了一种概括和辨别 抓住了它的每一个程序的一种关键点 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呢 就是说模式识别 把它固定下来了 把这个固定下来以后 那么后来者就按照他讲的 到什么地方看到什么 然后再怎么样 然后怎么操作 这就是一种模式识别的模式 那么第二个模式呢 就是说行为蓄力程序的回头 通过程序化和程序化的组合 两个阶段来完成 程序化和程序化的组合 对吧 我们在电脑操作呢 电脑操作呢 电脑操作 也就是一种典型的一种行为 程序 然后进行组合 对吧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大家把这两种概念做一个简单了解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教学策略 教学策略是这么三个方面 第一个出现技能的程序化 然后出现技能的组合 然后出现技能的最大化 那这里我前面跟大家讲过的这个 讲举例子这个 这个尺寸驾驶教练 他设备的那个模式 只是他就把我们倒催的整个过程 进行了一种程序化 对吧 还有我们大家在电脑当中 程序操作的时候 我们在说那个 对吧 文字输入 或进行一些 文字编辑的过程当中 或打开电脑 我们进行操作过程当中 只是 它一开始也是一种这么程序化的过程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程序 最后 第二步是出现技能的组合 把这些孤单的技能 把它组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有技的 一个系 一个环节 一个有技联系的这么一个过程 最后呢 出现技能的最大化 出现技能的最大化 所以说我们当然 让你骑自行车也知道 骑自行车也知道 骑自行车也知道 对吧 我们讲我们这个 比如说你这个出现技能的这个程序化 那首先我们在骑自行车 你首先要跨上车 扶正龙头 对吧 然后连着脚呢 要转起来 因为你要讲气水的话 在做游戏里面开气 人家讲自行车就知道 对吧 那么在每一个过程 首先你扶正龙头 龙头要扶正 对吧 然后呢 你伸直伸腰要坐正 然后呢 你脚要踩起来 其实这都是每一个程序 而要把这些程序给你组合 对吧 是我们在上自行车里一起合成 而且呢 要出现这个技能的最大化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那过程当中呢 基本上就是 有人有理了 大家在当这个自行车 操作到一定设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当然都知道了 对吧 这个打鸣也好 让人也好 拐弯也好 那是一种很容易想 很促成人化很自由的这么一种过程 对吧 这个呢 程序性知识是这样子 然后是呢 我们讲策略性知识的教学 我们首先了解概念的策略 那么策略性知识 就是关于如何学习如何思维的 这么一种知识 那么也就是要调节我们的注意记忆思维 这样的认知过程 它的这种能力 这样的一种知识 它这个策略性知识在本质上面 它也是一种程序性知识 就告诉我们怎么去做 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 然后呢我们怎么去做 还有这么一种概念 对吧 那么它的这个策略 主要有这么三种策略 第一个 要和你的选择教学内容 我们大家在进行这个程序性教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你的教学对象 我们对幼儿园学生 对小学生 对小学三年级以下的低年级学生 和高年级学生 三年级以下的高年级学生 对我们初中生 对我们高中生 来自我们大学生 其实对象不一样 我们进行的这种策略性知识的教学 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在这个中小学教学过程当中 许多老师就往往会出一站情况 骂学生 你这个怎么这么笨 其实呢它忽略了 忽略了什么 忽略了学生的零零阶段 他也忘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 其实自己在那个年级呢 可能比他还要笨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就是一种对象的问题 对吧 因为我们人类的这个智力的发展 它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不同的零零阶段 他的生理和心理的发展 他都是对吧 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许多人 后面我们讲到我们教育的这个移情中央 对吧 许多人他在教学面对学生的时候 忘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那所以说这一点 那我们要选择要考虑的学生 所以说我这个考虑的答案 学生是一个关键词 然后接着要有效实施的策略辅导 哪些策略呢 这里呢我们书上面给大家介绍了三种 策略 策略 组织策略 精细架峰策略 对吧 我们对于成熟性知识 对于这个操作性知识 都是要反复的这个 对吧 听说对习 反复的背 反复的梦 对吧 就是呼吸啊 不断的事 有时候我们进行一种心理操作 在心理学当中心理操作 对吧 比如说你驾驶 驾驶某一个汽车 大家想你 第一步倒到什么机会 然后第二步倒什么 正三步倒什么 对吧 这个其实你没有在 在真实的架势 你是在托老龙 这个叫心理训练 对吧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 构数策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然后是组织策略 要有效的对这些知识 进行组合 组织 对吧 第三个是精识加工 那我们书上面介绍的非常详细 这里不足意义介绍 对吧 那么第三个呢是 合理的选择训练法 释放法 自我质问法 还有直接指导法 这个释放法呢 就是说我们教师 要把自己的思维的过程 呈现给学生 那也就是告诉学生 我们解决这个指导 我第一步是怎么想的 我怎么样把这些条件 假如数学 怎么样把这些条件 跟技术经理搭建 然后我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方法 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那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们讲 这就是一种示范 对吧 把自己的思维的过程 诚信给学生 告诉大家 这个不仅是在幼儿园 在小学 在初中 到大学 甚至是科学下之间 我就知道 我就去了解 对吧 我们那些著名的数学家 在指导他的这些地质的事 对吧 他就把自己的整个的 这个思维的过程 示范 展示给学生 展示给他的那些研究生 博士生 对吧 然后呢 让学生在他这种思维的 这种示范过程当中 对吧 发现灵感 产生灵感 发现问题 所以说这个过程 就是做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还有自我提问 那帮助我们学生自我提问 还有这个直接指导 指导法 是这么几种 这里呢我们不一一介绍 那么我们关于 对课堂教学的这种 基本这个 执重知识 知识教学 我们给大家介绍 实际关系呢 就不再重复了 同学们呢 如果对执重章节 比较感兴趣 对吧 你可以在课后 再深入地去探讨 那么我们介绍 第三单元的这个学习 叫课堂管理教学 我们大家知道 对吧 教学工作 是我们学校的 对吧 中心工作 学校的这个中心工作 教学是在课堂中完成的 对吧 所以说有些人认为呢 就是我们这样子的各位啊 我们都是音乐教育的 对吧 其实课堂就是我们今后 生命的一个部分 对吧 就像一堂教授讲的 对吧 我们教师的生命 很大一部分是由 一堂课一堂课组成的 因此我们要让课堂 放发出生命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讲 我们课堂管理的这个心理 对吧 课堂管理的这个心理啊 其实就是说 在我们整个这一篇 这个战节当中 它应该是作为一个重点 也是我们大家经过在 从事音乐教育过程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知识基础 对吧 前期准备 因此我们大家要更多的关注 那么首先 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 我们这一堂课堂要了解 这几方面 第一个 含义 气氛 纪律 和行为问题 我们一个一个的跟大家介绍 首先我们看一看课堂管理的含义 我们了解它的概念和功能 那么 大家如果说要对它这个 做一个全面了解的 你可以看这本书 我这边后面打的这些东西啊 都是对 就是这些概念的来源 我们书上面 就采取这个全面课堂管理 这个是国外的一个 心理学家写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么课堂管理 它是管理的一种类型 它是一种协调和控制的过程 再要注意 这个我们讲管理的基本作用 管理的基本功能呢 这个著名的管理学家 那法院呢把它定为五大功能 指挥 对吧 组织 然后呢 这个 协调 控制 就是这个指挥 首先是这个 指挥 这个 领导 协调 控制 那么我们在这里这个协调和控制呢 其实是我们 其中的 两个重要环节 后人呢把它称为叫领导 主要的对象是什么 是人的过程 那我们将我们作为一个管理者 他首先要执行计划 计划以后要进行组织安排 或者组织实行 对吧 那么在组织实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必须要进行协调控制 对吧 最后呢进行反馈 对吧 所以说那么在这个地方 组织调和控制主要是针对人的 所以我们课谈管理 也是面对学生进行的一种 组织调和控制的这么一种过程 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 对吧 通过组织调 课谈内的各种人际关系 那么这种人际关系 大家知道 不仅包括我们私生之间的关系 还包括 生与生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这儿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教师与生的关系 对吧 来吸引我们的学生 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教学的活动当中 对吧 使我们课堂环境到最大的优化 就最优化的这么一种状态 来实现我们预定的教学目标的过程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 我们任何一个教学 它都是从目标开始到目标结束 对吧 目标开始就是说我们这一堂课下 当然是什么目标 目标结束 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 对吧 然后一失灵了这么一种过程 对吧 这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教学环节 教学环节 那么我们讲这个课堂管理就是为了有利于实现我们预定的教学目标的过程 那么它有哪些功能呢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我们把它概括为两大功能 对吧 我们课堂教学啊 课堂管理啊 它具有出镜功能 具有维持功能 对吧 那么就要是在课堂当中主动地创设一种能够促进教学的课堂环境 满足学生合理的需要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最大限度的发布于学生的潜能 从而 促进学生的学习 这就是我们课堂管理的促进功能 对吧 其中一种促进的作用 那么这种促进的功能首先是协调 就是我们要协调好这个课堂当中的各种人际关系 对吧 那么这种各种人际关系不仅仅是像我们私生之间关系 生生之间关系 还有学生中间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叫做 差生和好生 也就是我们学生的这个成绩优秀的 或者学习成绩中等的 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到了一个小学个坛 到了一个个坛 你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老师老师我要回答我要回答 这个时候你请谁来回答呀 这个就是你 稀调的过程 这时候容易的问题就要给那些 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孩子 不然的话他就没有表现的机会 就没有获得成功的机会 所以说这就是叫稀调 要协调好各种关系 要处理好课谈当中的一些突发事件 尤其是在中小学 就包括我在我们大学 课谈上都有可能 有些意料不到的一些突发事件 这个时候我们要处理好 要创造出一种和谐的融洽的这么一种气氛 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班主学生能明确我们这一节课的教训目标 最后共同通过一种自主学习和习坐学习 最后达到我们的教训目标 这个就是一个促进功能 然后我们教育管理就是什么 管理不是要把学生管死 不是要把学生管得 再规规就去双手 逼着这个裤腰带后面 而是要学生对学生的这个学习 起到一种促进功能 这才是我们管理的真正的功能处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教学活动的需要 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呢 对吧 那么我们课堂管理就能够维持这样一种教学的正常秩序 保证课堂教学活动的一种顺利进行 这就是我们课堂管理的一种维持功能 对吧 那么维持功能就是要减少一些 对吧 不必要的 对吧 这个冲突 对吧 减少这些矛盾 减少我们课堂当中的矛盾 在课堂当中有一个矛盾呢 就是我们同学们想一想 就是尹老师在跟我们在座的音乐系同学之间 共同教学互动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矛盾 对吧 那么我们尽量要减少这些 要自定 我们在课堂上必须要 愈发三瞻 就是我们课堂的规短之中我们要自定好啊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啊 尹老师给你们制作了最低要求 和最高要求 对不对啊 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课堂怎么去管理呢 这就是维持啊 对吧 最后在这样的减少和自定的基础之上 维持我们良好的课堂教授秩序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 这个课堂观点的这个两个功能很简单 一个是促进一个维持 对吧 就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书上面呢 杨杨沙洗了好几张 大家看一看 可以自己看一看 然后呢 我们第二个要给大家讲 我们介绍概念以后 功能以后 我们要看一看 课堂气氛这个概念 课堂的心理气氛这个概念 那么课堂心理气氛这个概念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 含义 类型 影响因素 以及我们怎么研造 首先我们看课堂心理气氛是什么 这个心理气氛的这个词呢 有些人把它翻译成心理文化 课堂文化 对吧 那么这个词呢 是来自于一个管理学家 叫勒温的 对吧 当然这里呢 我们就不常跟他介绍了 他在研究 对吧 研究这个实业和工程 那种环境的时候呢 把我们物理学当中的那种 产的原理 拿进来 产生了一种 对吧 从他以后呢 就对心理气氛 心理环境 进行一种研究 那么我们课堂心理气氛 它是我们班级体在课堂上 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心理气氛 一种心理气氛 通常是指课堂里面 某些占优势的态度 和情感的 一种综合的状态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班级啊 同学们 激进非常好 非常的这个活跃 对吧 非常的这个 对吧 大家是非常的相互 这个什么叫 友谊 非常的友好 对吧 那么这个实在就是 表现出来一种态度和情感 对老师非常的尊敬 对课程非常的学习 非常的刻苦 这就是一种气氛 这就是一种综合的措施 那么我们讲 这个课堂心理气氛 它有的是类型 我们概括起来的 有这么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 激进的课堂气氛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对吧 你看我们带着 红铃剑的这些小朋友 每一个人都把手什么 学习来了 大家看看这个课堂上 作为一个老师的话 感到怎么样 那当然是非常的高兴啊 你看这么多学生来 现在讲文章 不知道指谁了 但在这个时候 我跟大家 我们要系调好关系 该指谁 就是有些文章 对吧 我们要把成功的机会 让给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每一种人 对吧 那么这就是一种激进的 忽耀的一种气氛 我们书上面也描述了 那么第二个大家看一看 这个到了高中后 到了初中了 你看穿着这个 这个学书 他们这个时候呢 是一种消极的课堂心理气氛 你看一看 他也不做生 也不抵抗 收到那个地方 顺着这个煤 对吧 把这个煤 眼睛的腕在下面 对吧 嘟着这个脸 对吧 然后大家看上去 看着他们就想睡觉了 对吧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 这个就是一种消极的课堂心 那么第三种呢 大家看看 这就是几看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大学生了 对吧 老师讲课呢 他觉得没进 但没进也不能跟老师哪像 怎么办 我就巴在桌子上睡觉吧 对吧 那么这是一种 对看的课堂心理气氛 那么我们讲心理气氛 主要是这种 直接的消极的 对看 对吧 接着对看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看一看 影响课堂气氛的因素 有哪些 这里在我们书的328页 要是特别记得 就是说大家要自己看他 对吧 那么这个因素呢 有这么四种 一个是教授的领导方式 一个是教授的激情 一个教授的期望 还有教授对管理对象的平安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教授的领导方式 教授的这个领导方式呢 这就影响着我们课堂的 心理气氛的形成 那么什么叫领导方式呢 其实这个领导的这个方式 对教授呢 就怎么样的行使自己的权利 对吧 我们跟我们同学们讲了 我们私生之间是评论的 但是当教授跨入这个课堂 对吧 在这种机构化和制度化的这种体制之下 我们教授有他的权威 对吧 要维持课堂经理 促进学生的发展 所以说这样 我们怎么样的行使自己的权利 能发展我们的领导功能 不同的教授 它展示的是不同的行为方式 这就叫做教授的领导方式 不同的老师 他说行使这个权利是不一样的 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呢 那么我们有些心理学家 就概括到这么三种 叫米比特 他知道这这么三种 第一个叫群威性 群威性 一个叫民主性 一个叫繁荣性 这个呢 当然这个 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很多 因为我们课堂教授观点 它也是从管理理理论当中 对吧 系群体论过来的 所以说我们管理理理论 对领导方式的研究呢 比这个呢 它内容的很丰富 这里呢 我们这本书就取了这么三种 那大家就能了解就可以了 犯人性 研究表明 犯人性领导是最差的 对吧 那么 民主性和这个 群威性 效果比犯人性好 那么是不是 我们学生的同学家 那么就民主性肯定最好 但是我们要根据我们这个班级体 学生的发展阶段 根据我们这个班级体的发展阶段 你比如说我对我们在座的 我们 音乐系的同学来说 我现在上学就可以采取民主系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师生之间还要有一个 相互的认识 相互的协调 这么一种班级这个教区的这种 发展这种形成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必须要有权威 对吧 因为只有群威才有引导 对吧 所以说我们大家 你不要认为作为一个教师 几乎我们在座的都是 搞这个音乐教育的 对吧 民主是不要的 但是不能犯人 对吧 我们在实战的实际之下 必须还要权威 对吧 所以说你看这里呢 我们书上面讲的很 也是很明确的 民主性领导虽然在教室 一开始学说人人机械学习 保持交告的成绩 但和群威性领导相比 民主并没有多学 就是民主是这一组啊 并没有使学生 学到更多的东西 那么相比较起来 来说呢 我们这种群威性 虽然在发展学生的 创造性和真心方面 稍差一些 但是呢 当我们班级体患散 课谈秩序混乱的时候 人机关系复杂的时候 紧张的时候 这个群威性 就起到它应用的主要 是吧 好 那我们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